各位,很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 我是小提琴手葉紹希 今次會看的就是八級考試曲裡面 C1的這一首曲 叫做Cabricio Cabricio的中文譯名一般叫做狂想曲 但是呢,今集的講解方法 和大家之前看幾集的考試曲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我想試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要拉這一首曲我會怎樣練 還有我有些什麼會做的 那我不會由頭開始 因為呢,其實開頭那一段和尾那一段是差不多 那我會由中間那一段 就是由104小節開始的 在未開始講這一首歌之前 大家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 準備一支鉛筆,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在這份譜上面的 很多地方寫的指法和功法是一般的 有時候大家看一份譜 就算是八級譜也好 可能看到它寫的指法或者功法 就會完全是跟到一模一樣去做 但是呢,其實那些指法呢 大家不要以為寫得下去就一定是最好 其實是沒有最好的這回事 完全是視乎 合不合你的風格 或者合不合首歌的風格 好幾個地方我覺得其實它是寫得一般的 一會兒一會兒會講到 其實就是在中間這一段 其實就是在中間這一段 就是在中間的 二把位 我猜它這條上 我們回去一把位 跟著然後上面又寫著 又一手指之後又回去二把位 我覺得這個換把呢 是很沒什麼必要的 我們換把呢 之前講過 換把是第一呢 我自己呢就是考慮那個音色 第二呢先考慮它是不是方便 那這裏又不是 就是可以做到一些很特別的音色 但是也都不見得方便 那這個時候呢 這些指法我們就看一下 可不可以改它 這裏上四把位 沒有問題 可以 我如果可以給幾個指法 去大家選擇的呢 譬如這裏 這個是最 直接最容易的 現在我們在四把位 109小節 第110 繼續在四把位 或者在這裏 最後這個音 換去二把位 這份譜 現在寫著呢 在10 111 111 112小節呢 是寫著上三 上 上 上五把位 都沒有問題的 就是 但是你說如果我不上去 我下去 就是 一把位 這樣 合不合呢 會不會扣分 或者會不會不好聽 你覺不覺得不好聽 我不覺得 然後在這裏才上 沒什麽不行啊 Dogissimo Dogissimo 就是要很sweet的 那些聲 但是這裏 Dogissimo 它是pianissimo 有 都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是想在 你是想在 G線那裏拉這些音 但是呢 記住一定呢 手肘要出來幫它 如果不是呢 我們在四把位 尤其是G線 總是好像 拉不到那樣 拉不到那些音 我們用一個方法呢 去避開這個 這個 shoulder這個位置 唯有呢 就是 用手肘轉出來 讓 手指呢 容易點按到 G線 再下去 現在是 第119小節 你可以完全跟第一次是一樣的 就是 剛才的指法呢 跟第104小節呢 一樣 但如果你想有些變化 在音色上面有些變化 你可以 起A線的音色沒有問題 你不喜歡的話 在這裏呢 我們可以給少少E線的音色 一把位很簡單 如果你夠膽的話 可以 可以用E線 但是 可能用A線 會比較和諧一點 保持在A線的音色 二把位 繼續二把位 如果你不是的 你喜歡 好像譜的指法 你想聽到 D線的音色 上去五把位 但是 1、2、6 對不起 1、2、7 你可以跟回它 上去 五把位 但是 如果你想簡單一點 就保持在二把位 現在我下了一 三把位 現在是去到 1、3、6 1、3、5 1、3、4 1、3、4 1、3、4 一個新的 Key 不是C-sharp 是natural 這裏的指法 跟它 沒有問題 我覺得 都可以用的 然後 4個bar rest 之後 我覺得這裏就出現了問題 為什麽呢 大家看到一開始 它寫著 指法是三手指 這個是比較 冒險 和沒有必要的 一個 指法 為什麽它會寫三手指 為什麽它會想 它建議我們用二把位 我猜的原因就是 用二把位 可以整段 就是連續這兩個小節 都可以保持在 同一個把位 但問題是 用二把位 是否真的容易呢 一把位 三把位 我們是比較常用 我們是有把握過 用二把位很多的 那我們 這裏如果要用二把位 那我們 除非很有信心 否則 是 在兩個把位之間 我們通常比較少 想這樣用的 好了 如果你說我不用二把位 這樣有什麽其他把位 有什麽其他指法 可以用呢 三把位 可以起中間 然後上四把位 然後在第二個小節 在一四七的 最後這個 第六個音 確實呢 一四七那裏呢 要 這個換把呢 要 即是你的三手指呢 要穩陣 如果不是 你說 我都是喜歡 他那個指法 好像 比較簡單 中間不用換把 那 三手指 那怎麽做呢 都沒有說做不到的 首先找了 一把位 找了個G-Shar 然後呢 拍一手指 一手指 會在哪個音 沒錯 G-Natural 這個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 給回每一個手指 一個 whole tone的話呢 那我們就找到這個地方 我純粹呢 不是很喜歡 用二把位 開始 一句 一句 的感覺 那但是 如果你覺得 二把位 你都穩陣的 或者比較起 之後換把 這個可能會容易少少 那也都可以的 先找一個G-Sharp 再說你找一個G-Sharp 然後 移一手指過去 G-Sharp 然後移一手指 拿到G-Natural 再放 其餘那兩隻手指 那你就可以找到 這個三手指的B 然後一四八 指法可以 這裏 譜上面的指法可以 154那個指法呢 沒有問題 但是是一個 略然保守的指法 這個指法呢 會令你那個音準呢 容易拿到 但是 這個弱點就是 最高的那個音 也就是最重要的音 是用了四手指 那你問 用四手指有什麼問題 你用四手指沒有問題 但如果我們想在那個音呢 是給很多Vibrato的話呢 你用四手指的話呢 你用四手指的話 那就有限制了 比較起如果我們用三手指的話 那當然是用三手指會自然一點 好聽很多 大家如果大家如果在一把位 拉三手指的 即是當我如果要拉 都不會一把位 在三把位 要拉F-Sharp 和四手指 和四手指 那當然都是三手指容易很多 對不對 所以 視乎大家呢 想不想在那個地方呢 是 的Vibrato 是鬆融一點 如果想的話呢 那我覺得用三手指 會好一點 沒有需要在這裏 換把 在160 沒有需要跟它 在這裏換把 下一個巴 即是這個161 先換都不像 然後 回到最初的那一段 略略說一下這裏 A那一段 我會怎樣拉 在173 這些 寫著Stringential的 十六分音符 大家看到 Stringential下面呢 是有 漸大 除了我們呢 給多一點力之外呢 我會 我自己會呢 在最後的 那幾個 Semi Quiver 用多一點弓 這樣才能做到 Crescendo 如果我們只是 純粹想大力的話呢 就少了一個 做Crescendo的方法 我覺得是 多弓 或者不用那麼多力 這些Semi Quiver 一定要很乾淨 離開一條弦 譬如大家跳去 下面兩行 即是187 188 189 嗯 我的音準 慢慢 睡譜沒有寫指法的 那這裏不妨 用前面A那一段 的指法 但是呢 要寫回去 如果不是呢 你前面一套指法 後面一套指法的話 除非你真的很想這樣做 如果不是呢 可能拉拉下你會亂了 我都還沒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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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件事想說的 就是關於這首歌 就是 大家可以拉得 嗯 活潑少少 不要太過 生硬 嗯 雖然呢 一開始我們 練啦 我們想他練準些音啊 練準些節奏呢 那我們 會 就是用到拍子機 但是呢 當慢慢熟了之後呢 不要給拍子這一件事 去限制自己 因為 Capriccio呢 是狂想曲 是很天馬行空的 嗯 如果你把它拉得太過 死板的話呢 即使你拉準些音啦 以及拉準節奏呢 我覺得呢 那個風格呢 都是 不是他 不是最像狂想曲的風格 講多一件事 一開始的這個 interval 我覺得呢 開始的這三個音呢 已經是 講完這首曲的故事 為什麼呢 因為 這一個是 一個很闊 一個 百度裏面 最闊的interval 那當然是百度啦 這個major 7 大家如果嘗試唱一下它呢 就會 感覺到裡面是 包含了幾多東西 很感謝大家收看今集 那如果大家對今集呢 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不明白的 可以在留言欄那裡告訴我 我是小婷琴手葉小熙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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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